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内向者优势》 你是一个内向的人吗? 比如说你在休息时是否喜欢一个人独处,而不是和很多朋友在一起? 你在跟别人谈话的时候是否倾向于扮演一个倾听者的角色? 你是否不喜欢做事节奏太快? 在说话或做事前总会先想一想而不是脱口而出? 你是否平时看上去比较安静、沉默寡言? 如果你有这些属性,那可能你就是个有内向性格的人 当然,不管是外向的人还是内向的人,都可能表现出前面说的这些特点,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即使是一些性格很外向的人,也会在特定场合表现出内向特征来 比如说,你平时跟朋友在一起时可能很健谈 但是当你来到一个陌生场合,可能也会感到局促、胆怯,不知如何与陌生人打交道 在现代社会,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内向是一个劣势 不利于你交朋友、谈生意、参加面试等等 那科学家们是怎么认为的呢?是不是内向真的就不好呢? 在《内向者优势》这本书中,作者马蒂·莱利对内向进行了科学而严谨的分析 她认为,人们对内向的看法存在偏见 事实上,只要运用得当,内向者在工作生活中都可以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 莱利是一位美国心理学家、心理临床医生 也是一位专门研究内向性格的学者 她还写了其他几本关于内向性格的专注 诸如《内向者求生术》、《发掘内向孩子的天赋》等等 莱利之所以一直对内向这个话题感兴趣,是因为她本人就是个性格很内向的人 她在书中说道,她以前不知道自己是外向还是内向 有时候,她想表达一些自己的观点 但真的让她当众讲出来的时候,她却感到头脑一片空白 每当在课堂上举手的时候,她总是感到怦怦心跳 被老师点名站起来后,所有想说的话都想不起来 简直想钻到座位下面去 她以为自己是个很沉默寡言的、内向的人 但是在另一些时候,当遇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时 她也可以表现得非常活泼与箭谈 在社交场合中,她有的时候也感到局促不安 喜欢宅在家里,不喜欢跟人交往 但是另一些时候好像又可以和别人玩得很开心 正是这样的问题让莱利感到很困惑 她用了很多年的研究才发现 其实这些内向的心理状况都很正常,是有意义的 在《内向者优势》这本书里 莱利讲了一个内向的人在生活中该用怎样的方式方法处理各种关系 从而取得更好的效果 她也提供了一些小的方法让你的生活更加和谐美好 下面我将从以下四个部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什么是内向?内向性格是怎么造成的? 第二,内向者有什么优势? 第三,内向者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 第四,内向者如何更好地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类关系? 好,下面先来讲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内向? 内向是一种很普遍的个性特征 它不是一种疾病,也不等于孤僻冷漠 但你也没法改变它 有很多公众人物也有内向的性格 比如说,美国第十六届总统林肯 篮球明星麦克尔·乔丹 发明家艾迪生 还有英国的威廉王子 威廉王子的性格就是敏感,又喜欢沉思 他一直不喜欢抛头露面 觉得被别人关注是让人很不舒服的事情 所以皇室也一直试图帮助他应对公共生活的压力 内向的人和外向的人在很多事情上的表现都不太一样 比如说,大多数外向的人喜欢在人多的环境中工作 喜欢结交各色各样的新朋友 喜欢忙忙碌碌的生活 而内向的人喜欢一个人安静地待着 独自思考,认真钻研问题 相比外向者,内向的人交朋友的数量也不多 但是和这些朋友的关系都很密切 刚才我说了,本书作者莱莉就是一个内向的人 而她的丈夫麦克却是个典型的性格外向的人 他们俩喜欢的度假方式截然不同 以至于不得不轮流选择度假的目的地 今年由我选,明年就由你来选 有一年她丈夫麦克选择了九国九日游 相当于每天要去一个国家 这对于内向的莱莉来说简直要命 于是第二年莱莉选择去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历史采矿区参观 在那里的第一天下午,他们就待在旅馆里 坐在暖气边上看看广告传单 莱莉觉得很舒服,麦克却无聊地在打瞌睡 后面的几天,他们主要是参观一下博物馆、歌剧院什么的 莱莉对此很满意 而麦克却迫不及待地追问她 是否可以换个地方去玩玩 那么内向者和外向者的这些行为差异 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 性格内向是天生的吗? 虽然科学家对于大脑的了解还非常有限 但是普遍得出的一个结论是 性格因人而异 并且会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 其中一个对个性产生影响的基因是 第四第二基因 也被称作寻求新奇的基因 这个基因的长短会影响人们对多巴胺的敏感度 多巴胺是一种大脑里的神经地质 传递的地质量的质 它主要的功能是让人感受到兴奋和刺激 如果一个人的第四第二基因较短 他们对多巴胺就会高度敏感 那么他们不需要经历很多兴奋刺激的事情 只需要待在安静的活动中 就可以产生足够的多巴胺 这样的人性格相对内向 但如果一个人的第四第二基因很长 他们就对多巴胺很不敏感 那么就需要通过体验更多兴奋和刺激的生活 才能产生较高的多巴胺 满足身体的需求 这种人的性格也偏外向 科学家对一些喜爱蹦击 花样跳伞等运动的人的研究显示 这些人之所以酷爱这些刺激新颖的活动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第四第二基因较长 除了基因不同 研究还发现外向的人和内向的人在大脑血液流动的流量及方向上也不同 内向的人比外向的人有更多的血液流向大脑 血流的方向也更加错综复杂 而外向的人血流的通路比较短 也不太复杂 因此内向的人大脑会比较敏感 更喜欢自己思考问题 而外向的人则更关注外部世界 喜欢从外面的世界去接受新的刺激 这就是关于什么是内向 以及内向是如何造成的 总体来说 内向是人的一种个性特征 它跟人的基因有关 所以如果你是个内向的人 不必为自己的安静沉默 或者看起来做事节奏比别人慢 而感到内疚或者惭愧 虽然这样说 但是不可否认内向的人 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会遇到一些歧视 比如你做事喜欢三思而后行 但同事却觉得你做事缺乏行动力 你开会的时候不会积极发言 领导会认为你对工作不上心等等 有心理学家发现 由于性格内向者的人数 大概只有性格外向者人数的三分之一 所以性格内向者经常会觉得 需要改变自己来迎合社会的需求 但作者莱莉认为 内向性格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多优势 内向者根本没必要改变 那么内向者究竟有什么优势呢 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内向者的第一个优势就是 善于思考 能够高度集中注意力 在前面我讲到 内向的人喜欢沉浸在安静的活动中 这十分有利于他们进行深入思考 并且由于他们不太需要经历 很多兴奋刺激的事情 因此他们也更不容易被纷繁嘈杂的外部世界所打扰 更能够集中注意力做事 比如说 同样在饭店门口排队等位 外向的人可能很容易被周围人来人往的声音打扰 东张西望 坐立不安 而内向的人也许可以安静地坐在那里 等位时候聚精会神地阅读一本书 爱因斯坦就认为自己的成就得益于内向性格 爱因斯坦是个很安静的人 但是当时德国的学校教育让他感到很不适应 比如说 德国的学校鼓励那些回答问题很快 表现得很敏捷的学生 认为这样的学生聪明 但是爱因斯坦他总是吞吞吐吐 犹犹犹豫 没办法在第一时间给出答案 所以老师对他不太有耐心 于是有一段时间别人认为他智力有缺陷 其实他是在思考问题 后来他转学到瑞士去上中学 那里读书的氛围比较宽松 压力不是很大 同时老师也允许学生能有更加自由的思考 爱因斯坦才在那里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后来在他晚年回忆起自己小时候读书的经历时 他就说 不是我如何的聪明 而是我思考问题的时间更多一些而已 可见性格内向的人在适合的环境中 也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才能 这是内向者的第一个优势 内向者的第二个优势是善于坚持 有耐心 能够深入钻研问题 美国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爱美奖得主戴安索耶 也是一个著名的性格内向的人 你可能会觉得 电视节目主持人 天天都要面对公众 怎么可能内向呢 其实主持人只是他的工作 并不意味着他的性格一定要活泼外向 戴安平常为人比较拘谨谨慎 看上去和人比较疏远 不喜欢热闹 别人都觉得他对人很冷淡 但在他的朋友看来 他为人很有趣 比如说 他会默默地发电子邮件给朋友们说 我想念你们了 内向的性格也并没有给戴安的工作 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相反 由于他平时善于观察 积极地思考 他一向以沉着冷静 独立超然而闻名于主持界 他最擅长的就是在采访政治人物时 坚持不懈 百折不挠地做非常深入的调研 他能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 找到别人想不到的角度 因此 他的采访经常出人意料 使他成为自己所在领域的领袖 那刚才我讲了内向的人具有的一些优势 但是这些能力在崇尚外向的世界中并没有受到重视 那么内向者应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呢 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很多内向的人自己都经常觉得自己的性格不好 从而感到自卑失去信心 所以内向者要做的 首先就是要建立自信 不过作者莱莉也指出 很多时候人们对自信有误解 以一种外向的方式来思考它 觉得自信是建立在做事很快 获得了什么成就 得到了什么嘉奖的基础上的 比如说升职 加薪 银行里有一定数量的存款 有良好的社会地位等等 这些会使人对自己产生信心 但是那些东西 其实都是你从外部世界获取的 你很可能随时失去它们 比如说 如果你的信心是来源于 妻子孩子对你的依赖 那么当他们离开你的时候 不再需要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是否就觉得自己是一无是处呢 如果你的信心是建立在开了一个公司 为几十个员工提供了就业机会的基础上 那么当你的公司破产了 你又需要从哪里去获得信心呢 心理学家巴巴拉安吉利斯认为 人们不应该把自信建立在这些外在的事情上 而应该依赖于自己内在的本质 也就是你是谁的问题 比如说 你为了达成一个目标 是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呢 还是走了歪门邪道 当你遇到一个新事物或新技能 是完全懒得去尝试 还是有旺盛而持续的求知欲 建立在这些内在品质之上的信心是属于你自己的 因为谁也无法把这些品质夺走 这一点对各种性格的人都适用 但对内向者格外重要 因为性格外向的人可能兴趣比较广泛 精力充沛 他们有更多机会从外在的成就中树立信心 而内向的人更重视的是自己的内心世界 也更关注内心 与其让内向者改变自己的习惯去迎合外向者的生活方式 不如改变你看待自信的方式 通过修炼自己的内在品质来建立自信心 好 刚才我讲了内向者要通过关注自己的内在品质来树立信心 但这也不是说内向的人就不需要去适应外部环境 内向的人可能确实在一些时候和外界格格不入 比如 他们喜欢先深入思考再说话或者做事 这就会被认为节奏比较慢 难以跟上他人 在社交生活中就会碰壁 而这些障碍都有可能打击内向者的自信心 使你无法发挥自己原本的优势 在这种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内向者要如何扬长臂短发挥优势呢 这里作者来历主要提了两个建议 第一个方法是保持个人的节奏 那这个时候对于内向的人来说 重要的不是加快步伐赶上别人 而是确立好自己的节奏 这既能让自己完成想做的事 又不会感到压力太大或筋疲力尽 首先要注意你身体的高峰和低谷 在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去做最重要或最困难的事 当你精神不济的时候去做一些简单的工作 比如说 书里讲到一位艺术家兼心理治疗师 他平时的工作主要是画画和做科学研究 他多年观察自己的身体高峰和低谷的模式 发现自己用周一到周三三天时间来接见访客 工作效率会更高 但是从周四开始他就要进入休息阶段 独自在花园里画画或玩耍 在知道自己的高峰和低谷之后 还要学会确立实际可行的目标 很多内向的人都一致认为 自己不可能像性格外向的人那样有很多朋友 做那么多事情 但是这没关系 因为你仍然会有一些亲密的朋友 和这些人的友谊也更为深厚 所以如果你是个性格内向的人 不妨跟自己说 我的精力较为有限 但这是我天性的一部分 不必苛求交大量的朋友 不要让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 使自己陷入困扰 接下来就是把工作分解成小的部分来做 比如说 如果你有一个写作计划 那么每天写一页 到年底你就能写出一本书了 所以通过把任务分解成极小的步子 就可以完成庞大的工作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内向的人要尽可能保持个人节奏 来发挥自己的优势 你可能节奏慢 但是能够持之以恒地去做 因此往往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 来历给内向者的第二个建议 是设立个人的边界 也就是说 在适当的时候 要学会说不 但是往往性格内向的人 不太善于对别人说不 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是因为性格内向的人 在成长的过程中 经常被拿去和性格外向的人比较 在比较的过程中 性格内向的人经常会受到责备 久而久之 他们就会产生一种罪恶感 觉得如果自己没有把事情做好 是不是自己不够聪明 会不会给别人添麻烦 所以内向的人不太敢对别人说不 怕再次受到别人的责备 第二个原因 是因为性格内向的人非常善于观察 因此他们很可能就会对非常细小的言语失误非常敏锐 深怕自己对别人说不会引起对方的不快 因此内向的人往往屈服于别人对你的要求 根本不懂得如何说不 在这个时候通常比较好的办法是 你在拒绝别人的同时 也给对方提出一些他可能会采纳的建议 比如说你的朋友非常想约你去参加同学聚会 但你不喜欢出席这种很热闹的社交场合 却又不好意思拒绝 那你不妨跟朋友提议 说这种大型聚会会让你感到很疲劳就不去了 但是你很想跟几个关系很好的老朋友 有一次小范围的见面 也许你的朋友听了也愿意采纳你的建议 你还可以制定一个训练自己说不的计划 可能一开始让你对他人说不的时候 你会感到恐惧有压力 这没关系 试着在回答别人之前 先思考一下提醒自己 你不用这么快答复 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 你可以对别人说 我还不确定 像这样多次训练自己 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向他人说不 慢慢的 你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在其他事情上也勇敢的说不了 以上就是来历给性格内向者提出的一些总体建议 包括保持个人的生活节奏 同时学会设立边界 勇于向他人说不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 一个性格内向的人要如何处理生活中的各种具体关系呢 这是我们要讲的第四个问题 我今天着重讲解内向者如何处理社交活动和工作关系 我们先说社交活动 对内向者来说 很多社交活动都可能是煎熬 比如派对里的噪音太大 还要跟不认识的人假装热情的寒暄 与其耗尽心力忍受这一切 还不如回家换个睡衣裤 躺着啥也不干来的舒服 但是社交是现代生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有的时候难免需要参与一些聚会 碰到这种情况 内向的人要如何应对呢 首先你要判断的是 某次社交聚会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有时候你可能要为此做很久的思想斗争 这个时候你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次的活动对你或者你伴侣的事业是否有好处 如果只是一次同事聚会去酒吧看球 而你又不喜欢这种喧闹的场合 那完全可以不去 再比如你还可以问问自己 你参加这次活动会不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你会不会被邀请在公开场合发言 有的时候你也不必推辞一切社交活动 稍微出去锻炼一下自己的社交能力也是可以的 像我自己是非常不喜欢参加公司里聚会活动的 有的时候领导邀请一帮同事去唱卡拉OK 我觉得不应该扫了大家的兴致 就会去参加一小话 十分钟二十分钟跟大家聊一会儿 然后就借故离开 那刚才我说了如何决定要不要出席某个社交场合 那么对于一些你不得不出席的社交场合 你去了之后又要如何应对呢 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 在你进入社交场合之前会深吸一口气 试着把自己调节到特别亢奋的状态 假装很兴奋的进入社交场合 但其实你不必这么做 你不需要一进去就像花蝴蝶一样到处打招呼 而是先花一点时间观察一下四周 让自己慢慢熟悉环境 比如说你可以一进去 就选择一个可以休息的位置坐下来 然后观察一下房间里的人 找一下熟人 然后去跟熟人打个招呼 总之尽量让自己保持在一个舒适的放松的状态 不必刻意显得很亢奋 实在不愿出去跟人打招呼呢 你还可以先把自己固定在一个位子上 等着别人来跟你攀谈 早晚总会有人来到你身边 你只要友好的跟人笑一笑 说不定就有人会停下来跟你聊几句 书里讲到一个名叫帕特里克的内向者 他说他有一次去华盛顿参加一次会议 那个会议室里只有站的地方 没有坐的地方 而且他一个人也不认识 他一开始觉得非常局促 于是他深吸了一口气 走出了这个房间 他走到楼上的阳台 那里有一些空着的沙发 于是他就坐在沙发上 观看楼下热闹的场景 过了一会儿又有几个人 从下面吵闹的房间逃上来 也跟他坐在一起 很快的他们几个内向的人 就开始以他们自己的节奏攀谈起来 好 这就是讲内向的人如何应对社交场合 那么在日常工作中 内向的人如何与他人相处呢 性格内向的人经常觉得 自己在工作中没有受到重视 你可能觉得自己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 但仍然被别人忽略 这是什么原因呢 莱莉认为这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个是因为你不愿意在开会的时候 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第二个原因是你又不太善于为自己说话 不懂如何宣传推广自己 第三个原因是你的工作节奏很慢 所以别人可能会觉得你没有跟上他们的节奏 那么内向的人要如何克服这些问题 使自己在工作中表现更加积极呢 首先针对前面讲的第一个问题 怎样让同事知道你在开会的时候 也有积极地参与其中呢 莱莉认为很多内向者之所以开会的时候看起来不太积极 是因为他们更喜欢在不受干扰的环境中思考不同的观点 然后再提出自己的想法 而这在开会的时候显然没法做到 因此她建议开会过程中可以通过做笔记来帮助自己集中精力思考 同时你还可以用一些方法让别人知道你在认真的听他们讲话 比如点头微笑或者和同事互换个眼神 当然你还需要开口说点什么 比如说你可以斟酌一下问一个问题 用一种坚定的嗓音说出一句开场白 我想补充一些 或者我的想法是来吸引他人的注意 如果你还没有把问题想清楚这也没有关系 你需要让别人知道你将会继续思考这个问题 你可以说对这个问题我想再考虑一下 然后再告诉你们我的想法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 记得对主持人以及部门领导表示感谢 第二如何适当地做自我推广 我们前面说过内向者对外界的刺激不感兴趣 喜欢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思考 他们有时候也并不清楚 别人会对自己的想法感兴趣 但这会让他们看起来很冷淡不配合 所以内向的人应该更积极主动的 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想法和动态 比如你可以主动让领导知道 你对哪种类型的工作项目和任务感兴趣 不要害羞 你还可以主动组织一次会议 在你感兴趣的话题上 为公司的社交媒体写一篇文章 在跟同事们交往的时候 不用一直都很拘谨 也可以用一种从容的放松的方式 和同事们分享你的个人信息 比如说在你等传真的时候 或者去茶水间倒水的时候 跟其他同事聊聊你的爱好等等 第三个问题就是很多内向的人经常被人诟病 说他做事效率低速度慢 其实内向者工作的时候 不过是更喜欢先花点时间全面的考虑问题 评估问题 然后再行动 但这在一些外向者看来就是不机灵 不热心的表现 所以内向者要做的是让你的同事们知道 尽管你可能看起来比他们慢 但你的工作一样出色 作者来历也提供了一些小技巧 让你能更集中精力完成工作 比如在一天当中你要尽早的分配好一天要做的任务 不要让别人临时把你抓去做事 从而浪费精力 如果真的有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 也不要很慌张 在你开始做事前提醒自己 把这件事处理好之后 你马上就能够再回来按自己的节奏工作了 如果有同事抱怨你怎么一直没反应 你可以告诉同事 当你沉默的时候 其实是在思考问题 并没有走神 也没有把对方的话不当回事 你还可以让同事知道你在关注自己的项目 你可以跟他们说 我帮你想过你的方案 而且我有一些想法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发给你看一下 当然 为了能够和同事们保持步伐 如果你已经知道 你们即将讨论某个具体的话题 也不妨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可以把你想说的一些评论写下来 以便你到时能够迅速地做几个简短的发言 好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最后一部分 内向的人如何在工作中发挥优势 总体来说就是要克服三个问题 一个是不敢在开会时大胆发言表达观点的问题 第二个是不懂如何推销自己的问题 第三个是工作节奏太慢 被同事和领导嫌弃的问题 现在我们再回顾一下 《内向者优势》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在作者莱莉看来 内向是一种个性特征 它跟人的基因有关 和外向的人相比 内向的人善于思考 能够高度集中注意力 还更有耐心 能够坚持不懈地深入钻研问题 但是由于现代社会更崇尚外向型的性格 因此内向的人仍然时刻感觉到 在日常生活中会时时刻刻碰壁 而这些障碍都有可能打击内向者的自信心 使你无法发挥自己原本的优势 莱莉建议内向者应尽量保持个人的节奏 学会确定自己的步伐 并且学会设立个人的边界 在适当的时候要学会说不 更重要的是 内向者应该坦然面对自己的性格 理解他 接受他 不必为此感到内疚或失望 要明白 那些真正能够带给你信心的 并不是你从外部世界取得的成就 获得的嘉奖 而是你自己的内在品质 好 内向者优势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